北京时间8月9日19点35分,U23国族作战苏州迎战伊朗U23,上半场刚开场1分半,陈彬彬前场断球助攻张玉宁发得头筹, 姚军胜任一球破门为中国队扩到比分,刘洋入攻张玉再下一程,阿达迪为伊朗扳回一球,下半场高准一次百乌龙,伊朗门将阿米尼受伤被救护车带走,最终U23国族3比2战胜伊朗U23,关键事件第二分钟,张玉宁进球,中国1比0伊朗,第18分钟,姚军胜进球,中国2比0伊朗, 第35分钟,张玉进球,中国3比0伊朗,第39分钟,阿加迪进球,中国3比0伊朗,第52分钟,高准伊乌龙,中国3比2伊朗,第73分钟,伊朗门将阿尼上市叫做被救护车带走,完整战报比赛刚开场1分半,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,陈彬彬先场击击逼抢断的皮球后进去又刺横条门, 门前,张玉宁包抄空门得手,中国1比0伊朗,第18分钟,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,中国队获得进去湖内任一球机会,辽军胜主把左脚直接攻门,皮球越过人墙飞入球门右侧,中国2比0伊朗,第31分钟,哈耶迪迈哈迪左路拿球一过200托防守切入进去一脚近射, 球被陈威拖了一销后击中横梁弹出,第35分钟,中国队在下一城,刘洋左路地线附近起球传中,张玉门前包抄一蹴而就,中国3比0伊朗,第39分钟,伊朗翻回一城,伊朗对前场断球,后直塞被防守队员破坏, 埃达迪莫罕默德莱扎进去中央一脚铲射将球打进,中国3比1伊朗,一边在站,第47分钟,伊朗右路任一球传入进去,哈希阿拉夫投球攻门,皮球击中右门入坛出,麦迪哈尼·麦哈迪捕射打偏了,第49分钟,伊朗门将阿米尼·麦哈迪大脚长传,陈折超闹顶,埃达迪突入进去单刀打门, 球被陈威导出,第52分钟,伊朗在进一球,雷士豪扣场打球马赛回旋,摆脱往守后回传刘扬,刘扬横横传高准意,高准意回传门将,陈威扑就不急,皮球直接窜入球门左下角,中国3比2伊朗,第73分钟,在此前一次防守中,阿米尼初击扑就与队友阿巴西恩相撞,倒地后的阿米尼初现婚, 当决状况,阿巴西恩也被大家抬出场,随后救护车进场将伤势较重的阿米尼拉走,而阿巴西恩重新回到场上,第77分钟,摇军胜右侧脚球传入禁区,张玉宁门前一脚捅射,球被右门出位置的防守队员在门线前解雷出去,第85分钟,摇军胜中场犯规 维士豪在稍想后计较掉门,屁股登场的门将阿德里沙哈比扑就时撞到了力柱上,阿德里也出现受伤情况,不过随后阿德里又重新投入了比赛,全场比赛结束,U23国足三比二战胜伊朗U23, 中国U23首发,一辰威,四流洋,三流一名4622徐柳刚,五高准一,28邓汉文,六,姚军胜八十八二十草永靖,十七何超,十九章元4627辰哲超,十一辰兵578冯博元,十三黄子昌,四十六七,威士豪,九章玉宁八十二二十四,龙正替补,二十三周玉成,三十一里正, 二,胡瑞宝,十堂诗,十五八顿,二十六张华晨,三十二南松